2008年的12月15号是她的25岁生日 2008年12月16号她和亲爱的男人领了结婚证 两人对婚后生活充满期待 甚至为将来的孩子取好了名字 谁也没想到婚后第二天她就与丈夫阴阳两格 婚礼一遍葬礼 这个只做了24小时新娘的著名主持人 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卫校1983年出生于安徽五湖 是家中的独女 虽然卫校的家庭条件一般 但是家里人都把她当作掌上明珠 就如她的名字一样 父母希望她一辈子过得开心快乐 她从小就聪明伶俐 一直都是班上的三好学生 她十分活泼开朗热情大方 因此深受周围人的喜爱 小时候的卫校是最喜欢模仿电视上的主持人 她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成为一名主持人 出于对主持人的喜爱 她在高考时报考了主持人相关专业 大学四年里她也没有松懈 最长距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在校期间她受益匪浅 不仅认真学习专业趋势 还积极参加校内校外活动 增加实践经验 她毕业后如愿进入了五湖电视台工作 开始了主持人生涯 在五湖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积蓄力量 等待机会跳到更好的舞台 终于在2007年 无锡电视台向全国招募主持人 微笑在三千人中脱颖而出 进入了无锡电视台都市咨询频道工作 刚到无锡的她 因为远离了亲朋好友感到十分孤独 面对新的工作岗位 她一时间感到手足无措 幸好有男友奇迹 为她加油打气 她很快调整好心态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程序 为了让节目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她经常加班加点 工作到很晚才回去休息 虽然她仅仅是一名主持人 但是她却会坚持赶往新闻现场 不管是严寒酷暑 还是白天黑夜 黄天不负有心人 她主持的节目今晚六十分 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在自身的努力和男友的陪伴下 微笑的视野蒸蒸日上 从一个新人到红极一时的主持人 她仅仅花了两个月时间 微笑的领导曾说 不出两年 她应该是频道的顶梁柱 当事业逐渐走上巅峰时 她和男友的婚事也定了下来 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谁也没曾想 一场甜蜜的婚礼 会变成一场悲惨的葬礼 微笑和男友是从校服 走向婚纱的爱情 两人在高中时期 就瞒着家长老师恋爱了 为了和微笑在一起 奇迹报考了和她相同的专业 两人在相互鼓励 相互进步 之后一起进入了五湖电视台 成为了工作搭档 奇迹一直在追梦的道路上 鼓励和支持微笑 2008年12月15号 这天是微笑的25岁生日 男友奇迹准备了一场浪漫的求婚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 微笑答应了她的求婚 那一晚大家都笑得十分开心 微笑和奇迹更是激动得一晚没睡 第二天一早 两人就心中中地前往民众局 成为了当天第一对领取结婚证的新人 十年的爱情长跑终于有了结果 两人看着手上的红本本激动不已 家里人也早已在家中准备好婚礼 等着这对新人回来举行婚礼 2008年12月17号 在返回无锡的大巴上 两人上一秒还在畅聊着未来的规划 婚房该装修成什么样 未来的孩子该取什么名字 没想到下一秒就阴阳相隔 大巴刹车失灵 直接撞上了路边的铁栏杆 还没能微笑和奇迹反应 两人就被撞飞到草坪上 大巴内哭声一片 奇迹下意识地互助微笑 死死地抱着她哭喊 微笑的头部已经血弱模糊了 可是任凭身边人怎样拉她 她都不肯松手 道场的医生查看微笑伤势后 一边摇头一边叹气 无论奇迹怎么呼喊 她心爱的微笑都不会回来了 此时办公室的同事 都已经准备好了新婚礼物 等待微笑回来 然而微笑却没有如期而至 直到傍晚五点 噩耗传来 2008年12月18号晚九点 微笑的同事强忍泪水 在节目的第一条新闻中 向全无息观众宣布了她的死讯 奇迹无法接受 自己心爱的人已经离开人世的事实 一时间精神恍惚 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和追求 每日看着微笑的照片发呆 不愿与别人交流 在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后 奇迹才慢慢开口说话 就当大家以为她已经走出来后 她却依然辞职 抱着微笑的照片四处旅行 因为这是她和微笑曾计划过的 13年过去了 如今的奇迹已经41岁 她还是孤单一人 住在当初和微笑设计的婚房里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教人生死相许 私人已逝 希望活着的人能好好活着